蔡總統36年前的論文原稿 她授權國家圖書館 在今天早上10點的時候 全面開放 民眾可以自由的觀看 但是還是遭到國民黨立委質疑 為什麼這麼晚才公布 總統蔡英文論文 終於可以線上觀看 在國圖館的 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中 打出論文名稱 就會出現 因為博士論文遭到外界質疑 蔡英文在臉書貼出一張 著作授權同意書 現在要將36年前的論文原稿 授權國家圖書館 27號早上10點全面開放 總統還在臉書上寫 我不怕抹黑 也不怕被檢驗 我們應該要提升 台灣選舉的政治文化 而不是一起墮落沉淪 才會願意公開 一方面鼓勵年輕學子 投入國際貿易領域的 研究與探索 另一方面用錯誤的假訊息 抹黑我的博士論文 學歷以及我的母校的事情 可以就此結束 只是實際操作怎麼卡卡的 有可能是網站不好用 也可能是太多人登入想看 導致大塞車 只是攤開蔡英文的論文 為了這次的公開 還特別寫了一段序文 而這次論文風波 有人也在系統上找到高雄市長 韓國瑜1988年的論文 當時還在政治大學的他論文題目 是從中共對台統戰看兩行談判 也成為現在系統中 電源率極高的論文 隨著選戰慢慢接近 各類工坊也逐一出現 如今總統蔡英文公開論文 也希望話題就此打住 TVN新聞綜合報導 各位觀眾我們熱烈歡迎 今天的特別來賓 新北市議員葉元之 各位觀眾大家好 元之你論文的部分 你今天有上網去看嗎 沒有 我跟你講 我發現蔡英文總統很聰明 他成功運用飢餓行銷 所以讓他的論文成為 本週最暢銷的暢銷書 所以我相信應該很多人會去看 但是我不喜歡跟他人擠人 這不用擠人 不是線上下人 你看你毫無興趣到這種程度 很敷衍 來看一下現在有這個品觀點 他做了這個民調 就問選民相不相信他的這個 博士的學歷是偽造的嗎 那相信是偽造的兩成四 還滿多的 相信 對 都已經上線 不過他應該在上線之前 就至少他已經拿出來了 都已經拿出來了 還是有兩成四覺得不相信 因為拖太久了 很多人可能還是不相信 會覺得說既然是真人 你為什麼不早就拿出來 我覺得乾脆總統再去拿一個 博士學位好了 不相信的人是有高達4成6 不知道的人是將近三成 到底是他的敘述邏輯到底是 46% 46%的人是不相信他是造假的 所以有2成4的人是相信造假 民進黨裡面 民進黨傾向的是8成3 其中居然還有7.9 所以應該是獨派 獨派的 獨派的 對 國民黨裡面滿分裂的 相信他這個學歷造假的 只有五成 你是哪一種 是國民黨裡面的哪一種 其實我覺得應該有博士學歷 我覺得有 因為他的學校都已經 因為你講沒有就被告了 不是 因為到底有沒有博士學位 他們學校講得算 他們學校都已經說有了 現在只是執著在說 他有沒有論文 之前就說他有沒有論文 然後那論文拿出來 然後現在就看說 那個論文的品質如何 還有一種人的論調就是說 雖然承認他有這個學位 但是是不是野雞大學 日文品質是不是很糟 就是另外一派的說法 這個時代力量裡面 有這個6成5的 比較不意外 倒是民眾黨裡面 這個不相信他造假的人 也是有4成8 然後無政黨傾向3成5 這是有關 民眾黨滿偏高的 很多民眾黨的人 還是覺得他是偽造的 民眾黨比較反映 一般民眾的想法 你不覺得數據 幾乎是一模一樣 對 真的 所以民眾黨可能比較有 不分藍綠的狀況 這是大家對這個 學術入門的部分 大雄市議會裡面爆發了 兩個女人的互罵跟推擠 就是國民黨的陳美雅 還有包括民進黨的高敏林 在一個螢幕上面可以看到 兩個其實一開始 是互相指責對方 可是現在大家就好奇說 網路上民進黨的人 他們都說是陳美雅先動手 但是陳美雅說 其實在動手之前 是因為高敏林對他有辱罵 甚至有這個網友找出了 更前面的畫面 發現其實有很多的片段 是民進黨的議員拿著杯子 準備要潑向他們 衝向他們 要倒咖啡在他們 熱的咖啡到他們的身上 甚至拿破掉的咖啡杯 造成他們的傷害 另外一方面他們說在前面 現在看到的這個裡面 其實民進黨議員動手 動得蠻多 打向了這個國民黨的陳美雅 整個過程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節 training 要準備い 這不是 進一步 沒 bud 進一步 進一步 在之後 進一步 下課 進一步 進一步 進去 進一步 進一個 進一步 進第二節 進一個 大家請回座 離開 時間暫停 暫停 你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時間暫停好不好 時間暫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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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實昨天聽到最關鍵的一句話 就是時間暫停 講了800遍 時間暫停 聽到我都想要把手機按掉了 時間暫停 喊這個就是民進黨的議員李喬如 在畫面 剛剛那個畫面 最後面尾聲的時候 就看到他從他的座位 拿著熱咖啡 走向了擠在前面的 國民黨的議員跟民進黨議員 然後就潑向了國民黨的議員 後來他甚至有引發了 這個國民黨議員指控他 拿著這個咖啡杯 把他們打到受傷了 那這個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來看一下整個過程 這個畫面剛剛其實 大家被標題擋到了一點點 看得不是那麼清楚 我們用電江的電視來跟大家解說 可能會比較清楚 就是這樣子原本在互相推擠的過程當中 那這個畫面 不知道是不是最開始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 其實李喬如在這個地方 怎麼一直挑來挑去 這個到底是怎麼簡潔的 跟我原本看的狀況不太一樣 就不知道怎麼解釋了 那不管如何 我們來看一下圖卡的部分 其實在這個衝突的過程當中 用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 這個李喬如在他的座位上大喊說 時間要暫停 因為時間一直沒有暫停 後來他就是拿著這個熱滾滾的 這個咖啡從他的座位 走上了這些原本在推擠裡面 就潑向了國民黨的議員 那國民黨議員在當場 就李雅敬他們 他們也說不只被潑 還被用咖啡把他打到他手受傷 那李喬如也講說 特別講說他其實 他都沒有任何的暴力 也沒有去辱罵他們 而且是對方先動手的 那這樣子變成是雙方各說各話 我們來還原一下 高敏林跟陳美雅他們衝突的過程 台南的民進黨議員王定宇 他們動作非常快 我覺得國民黨在宣傳 網路上的宣傳 永遠是不如民進黨 你看昨天打成那樣子 其實彼此都有先動手的情況之下 可是民進黨動作就很快 先發自人 打的時間大概是10點多 10點半之前 可是在11點的時候 包括高敏林的臉書 包括台南立委王定宇 都剪了一個影片 說是陳美雅先動手打人 而且他們剪得非常精準 就只能看到陳美雅動手 去撥了高敏林的手 而且做了一些圖卡 做了一些慢動作 他就寫在這邊 他說高雄議會不思議 議會史上最丟臉的一天 國民黨的議員陳美雅打人譴責 就用了這樣的一個片段 可是陳美雅說 他覺得他完全不能接受 因為這個影片 只有片段短短的幾秒 而是慢動作 只呈現出他有動手 去撥了一下他的手臂 但之前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不知道 對 可是問題是 現在大家都直播時代了 隨便去網路上找一找 就知道他全程的過程了 全程的過程 其實他們推擠過程裡面 最開始的時候 這個高敏林 就已經跟陳美雅 互相推來推去 甚至像比特瓦 他有拍到說 多次用走擊的方式 去打陳美雅 所以最開始 如果真的要講 到底誰動手的話 從影片看起來 似乎不見得是陳美雅 可能陳美雅是被打人不爽 然後拍他一下 沒有 後來是說 他們在互罵的過程當中 高敏林辱罵他說他是熱色 還說他是什麼落跑議員 而且旁邊還有人幫槍 說什麼他老公是警察 我們才不怕你 就越扯越遠 所以這個時候 陳美雅就有一點氣炸了 被激怒 所以他就用手撥了一下 撥了一下沒想到 這個高敏林回擊得很強硬 照陳美雅的敘述方式 他是說他被襲凶 所以他就覺得說 對方也是暴力衝突 這個過程中 陳美雅這樣說 他最不能接受的是有一個 就是高敏林 對他做人身攻擊 用不堪的言語辱罵他 他制止他說 這樣是公然侮辱的行為 邱宇軒也特別轉述 他罵的就是垃圾跟落跑議員 這個過程其實很多人 在網路上仔細看 仔細還原 不難查出真相 我們也想知道說 現在網路上大家的意見 是怎麼樣 是不是大家有更多的發現 現在裡面可以看到 這一些影片裡面 其實很多人再去找出更多 就是事實上他撥了他一下 後來其實高敏林回擊得更兇 很兇 看起來很兇 你知道高敏林 在網路上罵得更酸 他非常非常的酸 我知道 這邊 對 你來唸一下 他說我對陳美雅的胸部 完全一點興趣都沒有 這也太可笑 難道陳的胸部是長在肩膀上 他的意思是說 我打到手臂 他說難道你胸部長在手臂嗎 他說不好意思 你的胸部如果長到別的地方 I'm sorry 我很遺憾 我覺得非常酸 非常酸 而且他們實際上在推擠的時候 你有沒有弄到人家 你怎麼知道 也不見得會知道 而且耀宗你剛剛有看那個畫面 有沒有 大家都在那邊擠 到底他知道他在擠什麼嗎 我覺得是因為有鏡頭 大家才往那邊擠 另外一個就是李喬如 潑咖啡的事情 這個過程裡面 就像我剛剛講的 他是衝過去潑 而且潑了之後 有人指控他用咖啡杯打人 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